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台湾海巡恶性撞传事件最新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 台湾的伪防长邱国正出来表态啊 称我们台湾绝对不会贸然挑起战端 今天也会跟大家聊聊啊 台湾的那个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也出来做了一些最新的表态啊 咱们今天会结合啊台湾岛内部最新发生的一系列的一些新闻 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恶性撞传事件 未来将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因为有一些啊,网友特别关心啊 认为啊,这个事件呢,民进党没有受到损失 因为民进党根本就不在乎金门马祖 也不在乎那些台湾岛周边的所谓的执法权 所以说民进党赢马了 那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呢 今天咱们结合起来,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 有些网友特别关心的那个事件 也就是民进党赢马了嘛 因为民进党根本就不在乎金门马祖 民进党也不在乎啊 台湾岛周边的这个执法权 因为大家也看不见 你说的那个执法权,它全都是虚的 所以说呢,这个恶性撞传事件发展到今天 没有伤害到民进党 民进党没有感觉到疼 所以说呢,民进党赢马了 所以说大陆吃亏了 我只能说这种观点也是啊 不够的一个神奇啊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先咱们先讲讲啊 就这些网友看待这个恶性撞传事件的这个出发点 它其实是有问题的 问题到底在哪里 因为很多的同学不管是大陆啊 还是台湾的一些同学看待这个新闻 他特别喜欢从啊台湾岛内部的角度来看 喜欢从台湾岛内部党争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啊 一个一说到一些问题就看到什么呢啊 这个事情对于民进党有没有伤害 对不对啊 民进党不在乎金门马祖 民进党不在乎那些看不着的所谓的执法权 对不对 所以说呢啊 民进党只要不在乎的 那就代表着民进党没有受到伤 民进党赢马 对不对 你老是从台湾岛内部的角度上来看的 其实啊 看待台湾的这些问题 最起码要做到您 起码要看到台湾岛台湾问题背后的中美博弈的这个问题吧 如果连中美博弈都看不到 你你是真看不清楚啊 台湾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看待台湾问题 要看到中美博弈的这些问题 因为台湾只不过是个棋子啊 你手是谁呢 你要看到了这个棋手 你就会知道民进党 他的看法根本就不重要 为什么呢 之前跟大家讲了嘛 然后台湾海峡的实质的内海化 也就是台湾海峡的执法权的 这个问题确实跟民进党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民进党不在乎 但是他跟谁有关系 跟美国有关系啊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海峡实质的控制着全世界航运贸易的50%啊 对不对 50%的这个这个海运啊 他都得过台湾海峡 谁控制了台湾海峡 谁就控制着50%的国际贸易啊 你如果把这一点看清楚 你也就知道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 他到底疼不疼 这50%的这个航运的贸易 直接相关的是啊 这个日本韩国与东南亚与西亚与欧洲之间的一个贸易的往来 谁控制了台湾海峡 谁就影响了日本韩国欧洲等等等等之间的一些贸易啊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聊的 台湾海峡实质的内海化 现在只不过是刚开始做而已啊 着什么急呢 对不对 等啊 大陆的海警实质的把台湾海峡控制下来 对不对 实质的把对于台湾海峡的执法做下来 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未来比如说欧洲的某国 日本韩国哪个跟我中国顶一下 你看一看 对不对 这个台湾海峡啊 内海化并不是说不让这些 不让这些船来过 而是说什么呢 你这个国家跟我顶 比如说日本是吧 行没问题 我查一查你的这个货船 我怀疑你走私 我怀疑你这个货船 有什么非法的一个行为 你奈我喝 对不对啊 因为你过我的台湾海峡呀 我在台湾海峡拥有执法权呢 我又不是海盗 对不对 我要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我要打击一些非法的行为 对不对 要不然有本事你别过台湾海峡呀 不过台湾海峡一样多掏运费 对不对 你从这个太平洋绕 绕的话 这个太平洋啊 水太深 有风险 而且多花时间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说 谁多掏钱 谁倒霉呀 对不对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点 为什么跟美国相关呢 因为美国拿台湾当什么 当看门狗嘛 一直以来台湾都是这种位置嘛 不管是从台湾海峡啊 的角度上来说 从这个拉美 从南太岛国 大家还看不到吗 就是使用这个伪民国 与南太岛国之间的一些 所谓的邦交的关系 与拉美的一些国家的 所谓的邦交的关系 挡住中国大陆啊 挡住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的话影响拉美 影响南太岛国啊 从而替美国人看好 美国的后花园 替美国人看好啊 这个南太岛国这片区域啊 然后不让中国的影响力 往前去推呀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个台湾海峡 同样也是如此啊 美国 美国人一直在喊 国际水域 自由航行 自由航行 对不对 一直在喊这些话 为什么要喊呢 因为台湾岛之前实质的 在这个台湾海峡内执法呀 对不对 只有啊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海巡 能够在这片水域执法 美国人也就能够借着 这个影响力来喊自由航行 因为美国对于台湾海峡 没有实质的影响力呀 对不对啊 只有啊 这个台湾这个岛 只有大陆对于台湾海峡 才能够产生实质的影响力 那美国想要影响台湾海峡 怎么影响啊 能依赖着台湾的所谓的海巡 影响这个台湾海峡呀 只有台湾的所谓的海巡 能够在台湾海峡 执行他那个执法的能力 美国人才能够喊自由航行 不然的话 台湾海峡是中国大陆控制的 中国的海景控制的 那美国人去哪 去喊这个自由航行啊 美国人喊自由航行 可不可以 可以 对不对 但是的话 我是自由航行啊 我大陆的海景还保 这个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呢 对不对 我打击非法 打击走私 那是不是保和平 是不是保稳定 当然是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台湾的海巡 其实是美国人的那条看门狗啊 但是如果说台湾海峡的 这个执法权 被大陆的海景坐实了 对不对 完完全全落实了 这个执法权 美国在台湾海峡这 喊什么都没有用了呀 伤的是谁的利益 伤的是美国的影响力 伤的是美国对于欧洲 对于日本韩国之间的一个影响力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台湾如果看不住这个了 民进党如果看不住台湾海峡 看不住那个所谓的自由航行 那民进党跟美国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呢 还是越来越差呢 对不对 美国人会如何看待这个民进党呢 所以说民进党赢麻了吗 所以说基于此啊 咱们就再继续的看啊 这个台湾的这个委房长邱国正 讲的这些话 对不对 以及啊 台湾的这个委行政院的院长 陈啊 建仁 他做出的最新的一些表态啊 咱们看一看 这个事件未来将如何发展 大家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民进党卡在了这里 民进党表现的非常的难受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邱国正啊 所讲的话啊 这个委国防部长邱国正啊 在这个立法院啊 外交国防委员会啊 业务报告 以及这个备巡啊 质巡时提及两岸的状况很严峻呢 他每天都提心的吊胆 若处理不得当啊 担忧会擦枪的走火 我我方啊 不易贸然挑起任何的战端 但要强化战备 啊 邱国正这个表态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那就是啊 我们台湾绝对不挑起任何的一个战端 我们台湾要维护台湾 海峡的和平稳定 对不对 只要这个话喊出来了 大陆的海警在台湾海峡内做任何的事情 都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台湾岛的周边的这个所谓的执法权啊 这个大陆的海警照样也收回来 其实大家真的是观察一下 就是台湾的海峡现在还在台湾的这个台湾海峡之内 在台湾岛周边的这些海域 他还有执法权吗 对不对 你看一看台湾的海巡现在还有执法权吗 这个事已经开始做了 大陆就绝对不会停下来 所谓的常态化执法 他就是如此 台湾的海巡 未来他就是个摆设 对不对 咱们等着看就行了 不过呢 讲完这个邱国正讲的这些话 我相信啊 有些同学会质疑 因为海外的媒体确实是啊 把邱国正讲的这个话呢 他做了一些别的一些解答 做了一些别的解释 不过呢 咱们也可以从海外的媒体啊 对于邱国正啊 这个解释 对于大陆好硬硬的这种解释啊 咱们看一看邱国正讲的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很好玩 咱们可以看清楚民进党的一个态度啊 这个邱国正啊 这个在外媒的这个报道里面啊 这个说啊 邱国正表态说啊 这个台湾军方已经改变第一机的这个界定啊 过去是只开枪放炮啊 如今海空实体只要逾越界限 就等于发出第一机 台湾将做出反制 你看这对大陆好硬硬吧 海外的媒体把这种新闻当成了一个重点 也就代表着啊 台湾的这个委防长已经表了态了啊 台湾要对大陆进行反制了 但是我必须要跟各位强调啊 邱国正讲这个话 大家想想啊 非常的有意思 为什么叫有意思呢 首先啊 这个邱国正定义第一机 他定义的是谁的第一机 他定义的是大陆这边的动作的第一机啊 他定义的不是台湾的军方的第一机啊 按照常理啊 来说他这个邱国正作为台湾的这个委防长 防长啊 对不对 国防的部长啊 啊 这种级别的 他应该定义自己什么时候开第一枪放第一炮啊 对不对啊 他这个邱国正竟然定义的是大陆这边啊 什么什么行为是第一机啊 过去是指开枪放炮啊 然后呢 如今呢 只要大陆的海空实体逾越界限 什么叫逾越界限 对不对啊 就就行啊 就逾越界限了啊 就等于啊 大陆这边啊 有了发出了第一机 所以说呢 我们台湾将做出反制 对不对 你应该按照常理而言 应该说啊 就这个台湾这边啊 是个第一机啊 什么时候啊 开第一机 开第一枪 放第一炮 对不对 你怎么定义大陆这边呢 大家不觉得怪吗 而且他的这个 这个台湾将做出反制 到底这个反制 是开枪放炮吗 对不对 大家没发现吗 就是台湾的这个防长 所谓的这个防长啊 氧化跟政客一样 不过呢 大家会感受到一点 这一点就是啊 他在尽量的避免 哎 与大陆挑起所谓的战端嘛 同样的一个意思嘛 对不对 只要你啊 逾越界限 这个界限是什么 所谓的什么12海里早突破了 对不对 什么24海里早突破了 然后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领空早突破了 对不对 金门上面那个大陆的大陆这个无人机玩家啊 跑到金门去拍金门的阿兵哥 大家还记得吗 你台湾做出什么反击了 哈哈 对不对 这个界限是什么 莫名其妙 但是的话 能够看得到台湾的军方 台湾的民进党 在给自己留余地 反正我只要不详细的定义 我不给我自己啊 开枪放炮 第一击 第一枪 做那种啊 那做那种非常清楚的那种定义 我就有解释权 为什么呢 我的反制 我开雷达叫不叫反制啊 我骂你叫不叫反制啊 我拿着个大喇叭 冲你喊 你是你是个坏蛋 对不对 你赶紧回去 这叫不叫反制 都叫反制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逾越界限 什么叫界限 啊 对不对 开枪放炮才叫界限 开枪放炮 可以叫界限 大陆的解放军 开枪放炮了 这是界限 穿越所谓的什么十二海里 叫界限 他不给你实质的定义 他在他在给自己找那个台阶二 大家发现没有啊 总而言之 这个邱国正在干嘛 对不对 还是啊 坚决的不能够轻易的挑起那个战断 大家把民进党看清楚就行了 这是 这还只是啊 台湾的这个军方的 所谓的这个防长的这个表态 更有意思的是 台湾的这个行政院的这个院长 陈建仁 对不对 然后他啊 所做出的一个表态 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陈建仁啊 称啊 这个台湾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全世界的和平和平繁荣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双方要来继续努力 双方指的是谁啊 对跟大陆继续努力啊 然后我们也会加强跟大陆来做更好的对等的沟通 来确保台海的稳定 又提到要跟大陆沟通了吧 对 还是这个这个沟通 还是对等的一个沟通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他要跟大陆来沟通 民进党这个态度 是好强强 好棒棒 好硬硬吗 民进党的态度为何如此的一个柔软 原因其实很简单嘛 如果再把大陆惹劫了 哪一句话 再成了新闻的标题 跟大陆啊 喊打喊杀的话 那大陆这边必然会借着这种新闻 继续的加强对于台湾岛施压 对不对 现在就在施压了 台湾的海巡已经没有所谓的执法权了 你喊的声音再大 那大陆的动作也会更大 更快 而且更大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你民进党都在如何面对美国人 美国人都给你提建议了 对不对 民进党其实已经向这个美国人求救了嘛 这个 这个台湾的啊 这个委外长 吴钊燮接受德国的明就周 明就周刊的访问 讲得很清楚嘛 对不对 啊 你美国 欧洲要继续支持乌克兰 如果乌克兰战败了 我们台湾就怎么相信你 美国能够支持我台湾呢 对不对 这话讲的什么意思啊 乌克兰替你美国人卖命 如果乌克兰输了 你美国人还不管他的话 那我台湾替你美国人卖命吗 对不对 你美国的智库反复的提议 要让我台湾这边啊 要有所作为 要有所动作 有所反应 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应对这样的一个局势 你要让台湾当赐美当豪猪 那台湾的这个乌钊系 民进党的乌钊系 就直接向美国提问呢 对不对 乌克兰替你卖命了 乌克兰死了多少人了 如果乌克兰战败了 你美国不支持乌克兰了 那我台湾怎么样相信呢 相信你美国会支持我台湾呢 对不对 那美国的态度 大家也很清楚了 美国能来台湾海峡吗 这个答案很明显 美国人来了 美国的军舰来了 来干嘛了 对不对 这个自由的航行 自由的航行 可是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了嘛 大陆的海警 现在正在台湾海峡内部 关门打狗 打台湾海巡呢 台湾海巡 现在还有执法权吗 对不对 那美国的军舰来了 你按照常理而言 你替这个台湾的海巡出个头 你把大陆的海警船顶走 对不对 不让大陆的海警在这执法了 要不然你把大陆的军舰顶走 有这个能力吗 美国人只在乎的是什么呢 自由的航行 自由的航行 美国讲的很清楚了嘛 你台湾的海巡的死货 他不管 你台湾所谓的执法权 他也不管 但是美国人要的是什么呢 你民进党要替我美国人卖命 你保我美国人的利益 你要有所作为 可是民进党能怎么做呢 对不对 他只能寄希望于大陆 对不对 你大陆轻点 你轻点 我跟你对等的沟通 对不对 我坚决的 我不挑起任何的战端 我要维护和平稳定 对不对 他只能寄希望于大陆 他没办法对着大陆喊硬话呀 这才是民进党现在尴尬的一个地方 如果民进党对大陆喊硬话 他会成为什么 大陆和美国 这世界头两号强权的共同的敌人呢 美国逼着台湾要去有反应 大陆这边呢 对不对 然后他也会加强对于台湾岛的施压呀 对不对 你民进党 没活路啊 两条路 哪条路有活路啊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得罪大陆那边 那大陆这边完全给你来个梧桐 对不对 台湾岛那瞬间啊 那瞬间啊 新台币啊 化为乌游 对不对 台湾岛的啊 台湾岛的这个大家族们啊 400年积累的这些家业 一夜之间毁于一旦 对不对 得罪大陆就这种结果呀 那得罪美国呢 得罪美国 那美国不管台湾 那台湾也没好路啊 对不对呀 只能靠着美国 瞎扬自重 也就是养扣 以自重 然后才能够跟大陆来谈一谈 对不对 交换点利益 你跟大陆 你你别比我 再比我 我配合美国了 对不对 美国要导向美国 对于大陆没好处 所以说呢 大陆赶紧给点利益 拉我一把呀 为什么民进党到现在为止 不敢玩台独 为什么台独在赖清德的那个口号里面消失了 对不对 为什么还不赶紧要统一 你都不玩台独了 你你为什么不统一 因为对不对 要跟大陆对等的交流啊 交流干嘛 谈判谈判干嘛 能够多谈来点利益 你大陆允许我民进党啊 管理继续管理台湾岛吧 对不对 我要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的制度 什么制度啊 就是现在这种制度吗 台湾的人上人 台湾的金主 跟台湾的政客混在一起吗 然后的话 只要有钱就能够选举吗 只要有钱就能有选票吗 只要有钱就控制了台湾的媒体吗 只要有钱就可以满台湾去打广告吗 你没钱 你再好的想法 你也选不了那个局啊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台湾的金主 台湾的大家士族们 才能够集合台湾的政客 控制台湾岛吗 你大陆得允许我继续这样啊 你要不允许我就靠向美国了嘛 所以说 民进党也没办法完全得罪美国人 卡在这啊 对不对 难不难受 难受 但是没办法 你自己作的呀 你找不着那条出路 你赖谁呀 那未来会如何发展 这个事件 这个啊 金门 金门的海巡 恶性撞传事件 这个事大陆不会给你善了啊 讲得很清楚啊 后果自负 对不对 一切后果 由你民进党未来自己充担 那怎么办呢 民进党 对大陆的态度非常的软 不挑起战端 我要跟你平等的交流 反复在这喊 对不对 对大陆啊表面上非常软 实质呢 实质 然后的话 把这个事件交给台湾的所谓的这个检调的单位 让交给司法去处理 行 等着你交给啊 这个台湾的所谓的司法 你给我一个答案 你不可能永远给我拖着 你也不可能永远给我耗着 到时候你把答案给我拿出来 这个答案 这个结果 如果说不利于我大陆的话 我那个时候再给你翻脸 对不对 如果说你给了一个合理的那个答案 处理了台湾的那个海巡 对不对 那也行 没问题 我给你一条活路啊 到最后就看民进党未来给这个答案 而且呢 毕竟嘛 现在的台湾岛等着啊 这个算是啊 这个赖清德与啊 这个蔡英文进行交接 那这个事件到底是赖清德负责 还是蔡英文负责 其实台湾岛内部也得讨论呢 所以说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台湾岛内部的这个新闻的媒体正在使用什么苏丹红这种事件 以及国民党与民民党党争 比如说在苏丹红这种事件上进行党争 然后拿这种民生的这种新闻压这个新闻压这个两岸的新闻呢 在干嘛 还是在尽量的拖 但是大家记住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他拖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反正大陆的海警现在继续的施压 这个东西不会停常态性执法绝对不会停 你拖多久我就压多久 但是的话不会给你无限期的拖 因为你自己说了交给所谓的司法 对不对 你的所谓的检调的机关去处理 只要交过去我就等着你啊 对不对 我看看你什么时候给我这个答案 你给的不对了 我还得施压 你给对了 我给你一条活路啊 这就是民进党 这就是为什么大陆说出来了嘛 一切后果由民进党自己负责呀 所以说这个事件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都在民进党的拖能拖成什么样呢 其实啊 民进党拖之前我跟大家也讲过 民进党的拖其实也确实是需要时间 像大陆两岸政策啊 他想要转向他不可能转的那么的一个声音 尤其是台湾岛刚经过选举 对不对 然后跟着大陆也是啊 这边喊硬话喊了一段时间 但是随着啊 这个事件啊 这个事件的时间点来到 以及赖廷德与蔡英文交接的这个时间点 民进党必须要找一个转折 对不对 这个转折是什么 是导向美国吗 要导向美国他不用找转折 对不对 那如果是导向大陆 然后这个转折 他有不能来的声音 不然的话 台湾的台湾的民进党的支持者 可能啊 对于民进党就会啊 十分的一个不满意嘛 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在这个议题啊 恶行壮传这个事件上面 民进党找转折 找两岸政策的转向 其实台湾人 有一部分人是十分能接受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件 你说破大天 你民进党也是啊 理亏的那一方 毕竟大陆渔民 被你谋财害命啊 对不对 什么叫谋财 大陆渔民的渔船 你拿走了 对不对 害命两条人命没有了 你说破大天 这个事你也说不过去 所以说民进党 利用这个事件来转向 他也确实对于民进党来说 比较好 比较顺滑 那接下来民进党将要如何来转呢 那咱们就看一看 比如说啊 听说最近啊 台湾的这个名嘴郭正亮啊 有可能来大陆 因为郭正亮这个人跟蔡英文之间的一个私交 然后的话 这样的一个关系 不知道郭正亮来大陆到底能谈什么 对不对 这个民进党将如何来转 咱们也就拭目以待 但是的话 然后的话 咱们这个拭目以待 这个时间 等待的这个时间当中啊 大陆的海警必然常态性执法 收回台湾海峡 以及台湾岛周边的这个执法权 伤 伤美国人的利益啊 这个民进党未来将如何来做呢 基本上已经注定了 还是那句话 导向美国不用拖这个时间 拖这个时间 就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转向啊 咱们等着 咱们慢慢看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